接著關心屏東九棚基地 每年在東部海域進行火炮演訓 次數是多達十多次 漁民常常撈到一次衛爆彈 漁獲也大減 要求軍方確實改善 不要讓九棚基地成了海洋殺手 漁民說出海意外撈到四顆飛彈殘骸 其中一顆彈體還很完整 一度以為是衛爆彈 這種情況讓漁民是不堪其擾 附近海域的漁獲已經逐漸變少 漁民還要充當軍方的清潔隊 幫忙撈炮彈殘骸行何以看